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及明代邱毅 今天在台立法机构再度爆料称 除了海角七亿之外 陈世平的儿子陈志忠 在瑞士还有另外一个账户 里面藏着五亿元新台币 而且这笔钱已经被台特征组发现了 被称为贬家金库的国泰市华保险市 藏了多少钱 邱毅金报巅峰时期高达14.4亿 其中7亿下落不明 剩下的7.4亿就是由原大政前董事长杜立平 帮忙再往原大 你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的地方 陈志忠又把原大花园广场 那7.4亿里面的5亿多 又透过原大马家的人头 把它转到了瑞士的 不是海角七亿哦 瑞士的另外的一个账户 也是陈志忠为受益人的账户 邱毅认为新账户的出现 足以解释特征组在11月26号 到宝来救训陈志忠时 为什么要求他再次签署查账授权书 为了救世厘清 这新账户里头的无益到底哪里来 尽管先前国泰金控登报否认 邱毅说这无益是国泰金控副董事长蔡正宇 为了国泰并释华付给贬家的代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